我们都知道这黄浦江上这段时间飘来了多少头死猪啊你知道吗 到现在是六千多头啊 但是很奇怪啊 简直就是让人觉得太神奇的一件事是 那么多的死猪飘过来之后 这黄浦江的水质依然是安全的 用黄浦江的水来制作的自来水居然仍然是可以喝的 于是有人就开玩笑说 难道真的是死猪不怕江水泡吗